去那个破产法庭登记 你们这些所有的欺民者 你们就是孙子 全都去 产霞知道 你要多呼吁 是吧 他们没有连接你 都发给他们连接 让他去 是吧 让那个Trust D的律师费 最好接了一万个亿 是吧 太好了 而且你们要去登记啊 都要去登记 我七哥都欠你们钱 你们都要去登记 他不让你们登记 那就是他犯法了 为啥不登记啊 非非第一个就要去登记 我郭文贵的GTV 我赔那么多钱 你不让我 你为啥不让登记 老班长你为啥不登记啊 GTV你欠你那么多钱 根据那个什么 叫朱利亚的登记 那个他已经要 好像是好几 好几个人我没数啊 好像是应该是百万千万级的 我觉得 你们就按那个比例 来申请登记 战友们 所有老椅子 都应该到破产法庭去登记 因为 陆克已经接受了 朱利亚的登记 还有一个叫 拱竹的登记 一万 一万美金的登记 然后要是 索赔多少倍 那拱竹 按照这个 已经被允许的 你们都应该去登记 GTV就欠你们钱呢 GTV老椅子如果都去的话 咱们占绝大多数吧 99.9吧 那以后七哥不管赚多少钱 都是先分给99.9给你们 这做好的事啊 你有钱不赚多贵 你看七哥像有钱的样子吗 就我这长相 未来都好有钱 是吧 你们要去登记 说我们就要是 相信公贵 GTV 那小Sara 光小Sara跟他娘子就 最起码登记 多了不敢说 按照那个比例 我估计能登记五个亿 泰山就更得 那汤山本人应该有八九个亿吧 按照那个数 都得去登记